嗨 大家好 我是静宝 今天呢 拜托大家一件事情哦 就是我们嘛 学校的古装班 过几天就参加那个艺术节大赛嘛 然后呢 老师让我们再网上选几款裙子 然后呢 选一件裙子 一件裙子 说错了 说错了 可恶 然后呢 我就在网上选了几款 也拿不定主意 因为都太好看了 都想要 但是也就太贵了 只能买一件 然后呢 我想让大家 本来就只需要一件宝贝 对不对 对 我想让大家帮我看看哪款更好 更适合我 好 你放下 妈妈在下面拍 第一款就是这个 花童的这个 大家觉得好看吗 我觉得还行吧 好 我们再看一张 这个不太好看 因为它这个腿露着 对 这个有点不太合适穿 对 上面太短了 对吧 对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还行 就是但是它拖地的这个地方有点多 太长 老师让买的是拖地的吗 对 是拖地的 就是长的盖过脚腕的那种 然后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不太合适 太碰的太大了 是吧 对 这个也不太合适 因为它这个后面拖的 看见没 太长了 这个 我估计这个都能拖一米 这个还可以 对吧 妈妈 嗯 这个也还可以 这个是那种 这个挺好看的 是不是 嗯 看那个 看着比较淑女一点 对 这个也是 这个就感觉像那个英国的那种 英伦风 对 英伦风 还有吗 然后就没有了 再翻一翻前面呢 让大家看一下 好 重新给大家翻 感觉这个也比较淑女 有点像那个 那个采蘑菇的小姑娘 有吗 有 真的 拿个手里面 拿个小篮子 采蘑菇的小楼娘 然后呢 这个 就是很霸气的感觉 是不是 对 很霸气 这儿 这儿比较好看 这儿 然后这上面呢 还是那种小洞 像那个小圆秋秋 这个有点 脱尾有点太长了 不合适 因为上台的时候 我们得快速的 因为要是我们 呃 那种上台时间太长的话 人家后面的后台就乱成一团了 是吧 对 再看看 还有没有 再说 这个价格也贵 看 这个价格也有点贵 这个 这个和那个一样 这个和那个一样 这个 其实也可以 是吧 对 这个也挺好看的 但是 这个感觉跟那个弹鼓 这种有点不太搭调呀 对 这有点弹钢琴比较好 对 弹钢琴比较合适 这个也是 拖地太长了 行吧 再看还有没有 有 这个这个 这个就不行 人家是主持的时候用的 这个可以 嗯 这个也可以 挺好看的 对 和过生日的时候也可以穿 嗯 过生日啊 行 你过生日还早着了 过生日 好了 就这几款哈 对 除了那几款 拖尾 就是拖尾有点长 如果拖尾不太长的话 那也挺好看的 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你们有没有选择呢 哎呀 我就是有点拿不定主意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好的选择的话 可以截图 在评论下方留言哦 拜拜 拜拜 我们下视频再见